减肥不吃饭 乳癌恐上升 知道有很多人为了身材为私 就是开始去吃自助餐不吃饭 没错 我们是 我们是这么多耶 很恐怖 因为自助餐不吃饭的时候 你的油脂比例会高到40%到50%以上 饭里面是碳水化物是热量的来源 但是你偏偏只剩蛋白质 然后有少许的 你想想说多吃青菜 青菜带油耶 是炒过的 所以你就只剩蛋白质 然后有少许的糖类 然后再来就是油脂了 所以要吃饭 对 没错 所以就是这样 我过去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隔壁班同学 他们在做一个流行病的调查 这调查就发现 竟然有很多的女生乳癌患者 他们其实去调他们饮食的时候 发现她真的是吃自助餐 就是不吃饭 她为了要瘦身 就没想到瘦出一个乳癌来 天哪 这是得不偿失 哇 原来是这样 每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钟 请锁定UDN TV 健康日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